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举办的2022七夕晚会将会成为8月份以来周深的神级舞台 万万没有想到劳动楷末周深不按套路出牌 没等上一个出圈名场面彻底吞去热度 又带诸葛人献上演唱会强势来袭 对歌迷而言 这是今年夏天周深送给自己最惊喜的一份礼物 演唱会虽然结束了 但他的歌声依然在耳边环绕 这场时隔两年的献上演唱会 再次创下了华语乐坛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 观看人数累计高达1.4亿 就连不少官媒都敢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转发 能在没有任何过分宣传的前提下 掌握如此惊人的成绩 纵观整个娱乐圈 也就剩周深一人了 周深明确表示 感谢陪伴自己一路走来 八年的粉丝 在舞台上竞显榜样的力量 时时刻刻都在牵挂住歌迷 毫无偶像包袱 之所以会在百忙之中举办线上演唱会 正是因为在这之前 有不少网友都在周深的社交媒体上留言 直呼希望偶像可以尽快举办一场演唱会 天籁般的嗓音 动人悠扬 一开口就拉满了全场的氛围 将观众的情绪烘托到了极致 对此 不少路人都惊叹 你永远可以相信周深的现场向来都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稳稳的站桩式输出 不需要任何华而不实的舞台包装 全场观众连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生怕自己错过了某个细节 一口气 连唱13首高难度歌曲 周深的敬业程度可见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 线上演唱会跟其他舞台表演完全不同 这种直播形式十分考验歌手的唱功 就拿之前的音宗节目乘风破浪来举例 很多姐姐在直播成团夜中 唱功当场拉胯 跑掉不说 还毁了不少金曲 原因就是现场直播 没有任何弥补的机会 工作人员没法修音调整 稍有不顺 自己的缺点就会暴露无遗 所以在华语乐坛中 很少有歌手会选择 开启线上演唱会的模式 主要还是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反观周深不仅把自己 最优秀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还用实力打脸了无数群朝观众 1.4亿的观看人数 就是周深影响力最好的证明 演唱的过程当中 周深因为看不到弹幕 还很担心自己会跟空气对话 上演了很多温馨场面 比方说给自己暖场的时候 秒边喜剧人 堪称暴梗输出机 还做了多个经典表情包 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 明场面接连不断 牢牢抓住了观众们的眼球 而周深的这场演唱会 为什么会受到全网 以及官媒的关注 原因有二 其一这是周深为了 原歌迷的梦才举办的演唱会 宣称关闭打赏功能 没有让歌迷花一分钱 整场夏日歌会 周深工作室 以及幕后团队没有任何收入 说白了就是义务表演 开直播只是为了给歌迷好好唱歌 不掺杂任何杂志 赚钱并不是周深的目的 让大家欣赏绝美舞台 听到更优秀的音乐 才是周深真正想做的 能有周深这种境界的歌手 可助整个华语乐坛都找不出第二个 毕竟开演唱也是需要成本的 其二 看了该场的演唱会的朋友 应该还都记得 由于没有现场观众 周深为了避免舞台尴尬 每唱完一首歌都会跟观众进行互动 嗓子一分钟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换做任何实力派歌手 唱功上都会出现不小的瑕疵 可周深没有任何保留 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每首歌的效果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结束的时候 周深的高情商举动 感染了很多歌迷 特意花时间介绍了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 并且一字不落地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给人感觉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别人都把幕后当成工作人员 而周深则把他们当作朋友来看待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少女都喜欢周深了 无论到哪都会散发出偶像的光芒 能够喜欢上周深这样的宝藏歌手 确实是人生当中的一大姓氏 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特质 入坑不亏 值得我们一路追随 不知道大家最近都看了周深的名场面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